大家好,我是阿勇 今天的视频我给大家分享一道快手家常菜 土豆丝炒肉丝 很多人不知道这样的做法 今天就把这道简单快手菜分享给大家 首先朋友们看到的是土豆一个 青椒一个 红辣椒 数个 大蒜四个 去皮的生姜一小块 下面我们先把土豆丝去皮 去皮后的土豆 先切成不超过两毫米左右的片 切好后 马整齐 改刀切丝 丝的粗细根据自己投稿的习惯 切好个丝 放入到一个带水的大碗中 先泡上5到10分钟 然后再淘洗干净 多冲洗几遍 把土豆丝里面的淀粉充分的冲掉 现在开始腌制肉丝 今天准备的肉丝300克 首先加入5克生抽 3克老抽提色 蚝油5克 食盐2克 料酒5克 生粉少许 然后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后 我们放到一边腌制手中 下面开始准备干料 尖椒去除两头 用刀从中间片开 去紫后 改刀切丝 丝的粗细跟土豆丝切的粗细要差不多 切好后 我们放到盘中备用 生姜切片 切好后 我们也放入到盘中备用 大蒜改刀切片 切好后 我们放到盘中 红辣椒 我们用剪刀剪成丝 我用刀 切丝 剪好的红辣椒丝 我们放到碟中备用 朋友们现在看到是准备好的辅料 尖椒丝 红辣椒丝 蒜片和姜片 制作视频不容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转发点赞 都是阿勇前进的动力 阿勇在这里谢谢您 起锅放油 把油润一下锅壁 油温三层热放到锅内 迅速的划散 我们看到肉丝变色后 放入蒜片 姜片 辣椒丝 翻炒出香 出香后 倒入土豆丝 翻炒均匀后 沿着锅边 倒入五颗料酒 这一步是为了去形增香 下面再加入五颗的老抽提色 放入蚝油五颗 增味 食盐两克 胡椒粉一克 鸡精一克 翻炒均匀后 我们倒入青椒丝 再翻炒四五六七下 沿着锅边加入少许的香醋 少许 翻炒两下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样一倒土豆炒肉丝就好了 你学会了吗 更多家常菜 请订阅点赞 阿勇每日小厨 阿勇每天带给您家的味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